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收看我的視頻 今天我來到江門的網紅打卡景點 彩虹村 彩虹村就是一條叫橫坑里的村 彩虹村以前不是叫做彩虹村 它原理的名字叫做橫坑村 後來呢 在當地政府的政策引導下 當地人對他們這個村 做了外場彩色翻身 在翻身後 大家才叫這條村叫做彩虹村 叫彩虹村 當然是因為它看起來五顏綠色 不單單是那些屋的外場有顏色 就連地面也被畫成五顏綠色的圖案 走進彩虹村這裏 好像走進了一個童話世界 這裏的每一棟樓 現在都有居民在居住 變成彩虹村後 這裏有很多人過來打卡 在自動售賣機的旁邊 都畫了一些好可愛的公仔 同趣隨處可見 買了一隻草莓味道的甜筒 一邊走一邊逛彩虹村 在彩虹村裡 每一個轉角都有不同的畫面 而這些畫的素材 很多就跟卡通和動物有關 江門的這個彩虹村是在2019年開始初建的 在彩虹村初建的時候 周邊的配套設施都不太完善 小朋友都喜歡的卡通人物 叮當和大紅 這裏就是村裡最有名的彩虹階梯 到後期的時候 彩虹村的設施才愈來愈完善 在村裡都可以見到有咖啡店 和飲品店小食店 經過了改造之後 現在江門的彩虹村就變成了網虹村 在彩虹村裡 隨手一拍都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 江門的這個彩虹村不是很大 兜兜轉轉走一圈的話 一個多鐘都足夠了 看到這些原本平平無奇很普通的樓 被塗上了不同顏色的油漆之後 變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走在彩虹村裡 整個人的心情都漂亮了 不知道現在出了名的彩虹村 對這裏村民的生活有沒有影響呢 彩虹村裡的色彩 大部份他們都用了很鮮艷的色彩 以橙色、黃色、藍色、桃紅色為主 這些顏色在拍照時特別顯眼 在每一個轉角位 每一條不同的行 都可以見到不同顏色的樓 在彩虹村裡非常整潔 看看這些外場裝飾的圖案多可愛 村民那些過年的年吉擺到現在 竟然開花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養著過年的年吉呢 我自己盤年吉到元宵節已經差不多了 這棟牆上有紅仔、兔仔 還有很多種不同的食品 充滿同趣 看來彩虹村裡的樓與樓之間的距離 都貼得很近 不過很整齊 這棟樓整棟屠成藍色 這棟咖啡店在彩虹村裡很出名 門口的這隻公仔 就是網紅拍照打卡點來的 買杯飲品 走在五顏六色的彩虹村裡 心情真的很放鬆 這裡的地面畫著很多錦尼 在彩虹村旁邊有一條紅色的布道 上來布道可以看到整個彩虹村的全貌 隨眼看去都是鮮艷色彩 這條布道的環境相當不錯 經過這條布道可以走到附近的城市公園 城市公園裡有很多兒童玩的項目 這些項目全都是免費的 在彩虹村旁邊還有這個大型籃球場 想不到江門籃球氣氛那麼好 這裡除了有籃球場還有足球場 很多小朋友在上足球貨 中國足球的未來就靠你們了 這裡還有很多網球場 就算在廣州也很難看到這麼大型的場地 彩虹村這裡不建議大家特地過來 如果來到江門的就可以順便過來看一下 我就是在江門去了一間半成品點心加工廠 間廠就在這裡的附近 本地人就跟我說 很多他們住在江門的都沒來過這條村 如果來到江門的話 不妨可以過來這裡 如同話世界般的彩虹村來逛逛 今天江門的網紅景點彩虹村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點贊、關注、轉發、看廣告 多謝你們的支持